我发病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没用 一点也不难忍 看起来像个弱季 没有啦 挺可爱的 你像一个被拔了刺的刺猬 又猛又可恋 好冷啊 你可以抱抱我吗 你就像个毛茸茸的小团子 好暖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 起晚了 没事 你昨天睡太晚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早餐啊 我饿了 找到外卖 外卖啊 挺好挺好挺好 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不是不是 我 我觉得吧 好久没吃过外卖早餐了 换个口味嘛 挺好的 刚刚有没有人来敲门啊 有啊 谁啊 外卖啊 好 一起吃吧 多 多吃点 你一会儿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好 吃吧 没想到周末出来骑车这么惬意 我以前缠和周全带着都督来骑车 然后我们就做那种双人的 踏锁中间 都督了 都督可真幸福啊 在我的记忆中 我妈好像从来没有带我出来玩过 其实每个母亲都愿意陪孩子的 大程总肯定有她的苦衷 那个时代对你强人真的很不容易 她那么对你还帮她说话 一码归一码吧 而且如果我是她的话 可能也会不同意我们两个吧 如果你是她 为了保护儿子 你也会撒谎吗 虽然说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不过对小孩来说 可能有些事情藏着 会比真实来得更好 而且每个孩子心理状态都不一样 不过不论是大程总还是我 我们孩子的心都是不会变了 所以即使会有些什么问题 错误也不需要太苛责 你是在替我妈圆场 还是在为你自己撒谎找借口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到现在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其实我也不是奢求 我们要变回原来的关系 我只是觉得 能做个朋友也挺好的 那我得再想想 那我得再想想 可跟上啊 你 有本事来追啊 我追不上你啊 追不上也得追 要是不合自? 这是真正的 好